西洋大人 每天都告诉你好天气 各位朋友们好 我是彭启明 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有点类似 不过显著的环境风向改为吹东风 温度略回温一些 预计中午各地的温度是接近30度 有点炎热的感觉 但是其他时间都在22到27度 相当舒适的四月天 那今天的午后呢 在中南部的山区 还是有发生午后热对流的机会 虽然说雨量最多才20到30毫米 但是在干旱已久的地方 如果每天都持续的降雨 对于农作物来说不无小补 那今天清晨呢 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也有点海陆风环流激发的短暂震雨 量不是很多 但是很少看见大家 这么期待降雨的这种心情 周三开始呢 预期有不到封面会接近 这倒还不是梅雨封面 只是单纯的春天的冷风形态 跟过去这个一两波封面相比 接近台湾的时候 结构还是维持的相对比较好 预计周三台湾在封面的前缘 开始就会有较多的阵雨发展 阵雨较多会在周四的封面通过的时候 全台都有下雨的机会 这波呢还不到显著的旺盛对流会到自灾的水准 但是预估呢雨量会比周日略多一些 可以期待这波的雨势 大致上呢 这波的降雨可能以中部以北为主 南部可能有些配合发展的对流降雨 评估山区呢 在周三周四这两天累计的最大降雨 有机会到50到80毫米 平地呢最多也有20到40毫米 约比这个周日多上一倍哦 这个已经是非常难得哦 所以也建议您呢 可以多利用这场老天带来的甘霖 多做一些充分的利用哦 那周四晚间呢 到周五清晨封面通过之后 周五全台湾的天气呢 将显著的回温转情 预期呢会有几天这个像是夏天的天气类型 非常的稳定的天气 三居偶有一些午后热对流 将会持续到下周一 下周二三预期也有波封面会接近 跟这波的封面特性类似 近期呢大致上一周一封面的节奏 那最关键呢 就是周五月中下旬的梅雨封面核实报道 目前呢在趋势上呢 已经有看到新南季风在酝酿发展的态势哦 但是这个还是要看整体的大环境 是否在东亚有合适的滞留封面发展的条件 纵使呢如果发展 也要看这个封面的位置 是否在台湾的上空 还是略偏北 持续时间还有降雨量 目前的最新的预测来看的话 显示封面的位置 还是略偏北的机会比较高哦 似乎不是很显著的停留在台湾的上空 当然了 这个还有一定程度的变动空间 但是也请您呢务必要节约用水 做好最坏的风险控管行径的准备 以上气象油天灵风险 彭秦明提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 weiß号�原etz 也应该发 打 weiß号wers ödma风险 監优ub bapen 指定 rom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